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ACI的吴主任 在三月份开始呢 很多的学生已经陆续针对学校 拿得比较难的课程 AP课程开始做准备了 那么AP呢 相较于其他一般的科目来说 会被好的大学更承认它的重要性 AP代表的也就是大学承认的 这些有学分的课 但是呢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 没有机会拿到这些比较高级 高难度的课程的话 当然很多学生就会觉得 我好像跟别的同学比较起来 就缺了那么一点点竞争的能力 那么ACI在今年呢 我们在三月份开始 已经有规划了一系列的这个课程 针对今年在学校拿AP课程的学生 我们也要提醒您好好地准备 五月份即将面临的AP标准的测验 那么如果您今年没有机会进学校的这个AP课程的话 那么在今年ACI也特别独家提出了 有非常重要的AP休息的这个学分的方式 很多的家长问我们说 如果学生在外面拿AP的准备课程 那么大学到底能不能列入参考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ACI今年独家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不只要帮您的孩子准备五月份的 这一个标准测验的成绩 也要让您孩子在ACI拿的这个AP课程 得到大学认证的这个学分 每一个学生针对大学专修的这个科目 可能修习的是科学或者是数学 或者是不一样的这个专业主修 您在高中的时候搭配的这些AP课程的选择 其实就会提升孩子能够进入好大学的这个机会 对他整个申请标来说 有非常大的提分的效果 如果您不太清楚 孩子现在在今年的规划里面 到底针对他12年级申请大学的时候 能不能加分 或者是现在课程的安排选择 是不是做到位了 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跟ACI的各个分校的主任 还有我们专任的学生顾问counselor 来帮孩子做一系列的规划 那么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不论是AP课程自己是不是已经提前准备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休息 一定要确定这些AP是有认证的学分 那么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跟我们总校 Arcadia分校恰询 我们的电话是626-821-6525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